Meta官方团队制作的房间可视化测量MR应用Layout现在终于正式推出了 我个人觉得这是目前Meta自己第一方做过的工具应用里最实用的 它主要提供了三个功能 一个是虚拟两尺 帮助你带着头显时快速轻松测量墙壁和家居的尺寸 第二个是在你现实空间放出模型 让你直观的看到电视、沙发、座椅等常规的家居用品在房间里所占用的面积 可以拿来做购买时的参考 最后一个功能就当作水平移工具 可以以平面的形式来显示物体的高度和宽度 帮助你对齐一些现实中的物体 如果你在Quest商店收不到Layout 可以直接通过评论区的链接 跳转网页商店页面添加到库 不过要注意的是 目前想起你描述的是只支持MetaQuest Pro和MetaQuest 3 还在使用Quest Pro的朋友可能添加了也不会出现在库 大家可以自己先试一试看看 VR是虚拟的但体验是真实的 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VR玩乐 我是毛朋友 宅老师 那我们现在先打开这个Layout 他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终于Meta 有人能够把这个UI做的漂亮一点了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窗口的材质是一个类似于玻璃的感觉 然后它是半透明的 你可以透过这个窗口看到后面我现实房间里的东西 然后我们现在走进去看 这个面板上它会有一个白色的光运 它的本身大面积是黑色的对吧 然后它自己做了这种伪造的一个白色的光运 就好像你后面有一个光源一样 然后你站在不同的角度 这个白色的光运会出现在这个面板的不同位置 就会在整个混合现实的这个环境下就添加了一种真实感 然后基本上你每次进去之后 它都会有这样一个教程的描述 我会告诉你这个应用的三个功能具体是什么 我们可以直接点next一页一页的跳过 然后大家也可以看一下这个文字翻页时的这个动效 其实做的也是蛮不错的 至少比meta之前的水平都要高一点了 大致看完了这个内置教程的一个介绍之后 你就可以直接按住左手柄的这个菜单键 结束这个教程跳到这个正式的内置菜单里面 在右上一按钮会看到一个设置选项 我可以点进去啊 更改自己的这个逛右手 还有这个使用的单位 左边这个应该就是英寸 然后右边就是我们常用的这个米围单位 在切换之间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后面这个墙壁上面的这个网格 它也会根据你选择的不同的单位然后进行一个变化 最下面这个选项就是你可以设置扫描这个房间数据之后 是否显示这个网格 那我个人是会选择把这个网格显示给开起来 这样就会显得更科幻一点 另外就大家注意一下应用菜单这个时候它的材质也有一些变化 它已经变成了实心了 它现在不是半透明的状态 然后就是当你设限指到这个菜单面板的时候 它的变化会出现一个高亮的显示 再加上质体是白色的 跟顶色的这个黑色就会形成一个非常鲜明的对比 视觉观感就非常的好 真的是比现在快的主控是那个带着低分辨率的模糊色块的一个浅灰色的面板 真的是好看到不知道哪里去的 真心建议Meta未来能够在主控式改成线的这样一个流感效果 现在我们点进这个模型预置组件的窗口的时候 它又变成了这种半透明的状态 所以Meta他们还是有一点想法在里面的 并不是非常直白单一的去设置半透明还是实心 不得不说它白色的那部分真的是加的很聪明 就是虽然做不到苹果那种磨砂毛玻璃的效果 但是它这个白色的伪造的官运真的是天才了不少 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layout的这个应用的第一个功能 就是你可以把一些模型直接拿出来放到你的房间里面 我这里选择的是一个电视 大家可以看到它可以直接被吸到咱们的墙上 或者直接上边吸到这个天花板上面 然后拿出你的左手手柄 可以用这个摇杆去选择三个不同的模式 第一个就是移动模式 第二个就是旋转模式 第三个就是自由尺寸的制定义模式 基础的操控方面就是你可以用搬机键选中 这个电视模型当中的这个方向空间 进行不同方向的一个移动 或者直接两个搬机键选中去拖拉这个电视的大小 你也可以用单一的搬机键选中 然后用这个摇杆前后推拉去控制它的远近距离 因为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电视模型 在现实称呼中 它肯定是有个固定尺寸的 刚好它这边也提供了相应的档位 比如说43英寸50英寸 55英寸65英寸70英寸和85英寸 如果你再做一个加装 对吧 你对自己想要购买的一个电视没有一个概念 你就可以利用这样的一个应用 去可以直接的感知到 我买多大的电视 放在我现有这个房间的墙壁上 是最为合适的 老实说我之前没有想过 85英寸原来可以这么大 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模型的这个旋转模式 我们用摇杆把它给选下来 它中间的这个空间就变成了一个圆圈 当你选中它之后 就可以对它进行任意的顺时针 逆时针的旋转 至于自由尺寸模式呢 它比起之前前两个 就是会直接多了长框 还有斜边的一个距离显示 你可以利用中间的这个空间 快速的去调整同比的大小的缩放 尤其是选中间这个圆点之后 你只需要左右摇摆 向右去扩大 向左是缩小 操作起来是非常的便捷的 然后你手柄上的两个按钮 其实也是在操作时的一个快速键 当你按住右手柄的A键 其实就是撤销回座 你可以无限撤销上一步的一个动作 至于B键的话 其实就是删除键 你选中某个物体之后 按下B键 它就会即刻删除 接下来第二个功能 就是这个虚拟量持 我们选中它之后 我们的左右手柄 就会生成端对端的一条线 你可以随意的对它进行拉伸 然后把它放置到你想量的 这个现实物体的对应的位置上 就可以去量出它的一个具体的长度 但是这个功能在实际的体现上 会有这么一个小小的缺陷 比如说我这张桌子是一米的 你就是很难去比的时候 把这条虚拟的线 刚刚好完全准确的放置到 这个现实桌面的表面上 怎么讲呢 就是你自己拿着这个现实中的卷尺去量 你也要保证自己这个卷尺 跟桌面的边边是完全贴合的对吧 但是你用这个虚拟的线 它就是空气啊 你是感受不到这种 触碰到边边的那种感觉 所以说在实际的精度上面 总是会有那么一厘米的差别 而且它的这个端口是个圆圈 我是反正没搞懂 为什么是一个圆圈啊 这个圆圈你都看不清楚 自己到底是有没有放到真正对应的那个边边上 所以当你真的需要特别精准的一个精确的毫米的数值的时候 还是要现实成功中的去量 最后一个功能就是水平仪工具啊 就它直接会出现一个虚拟的面 然后你可以在空间高度位置然后随意的去比对 比如说它在这个圆盘的中心会显示你现在这个高度是多少 你可以放置很多个水平面 我这边再伸出一个水平面就可以不停的放置 不仅仅是有这个横的水平面 你也可以把它变成这样一个数项的 现在我就可以去看到 我在没有这个全尺的情况下 直接去感知到我这个房间的高度是多少 但是这个准确的数据的前提是你快乐三进行空间数据扫描的时候 他得出的这个天花板的高度是准确的 但是众所周知快乐三的这个深度传感器 他发出的这个线其实很稀疏 还有他这个去扫描这个数据 他的一个算法也不够准啊 比如说你可以看到 我现在已经是不能再把天花板的这个面往上顶了 但实际上他离我真实天花板的高度还有5到8厘米的一个差距 所以现在快乐三呈现了一个明显的软硬件整合的短板 就是深度传感器 还有这个彩色透视镜头 它的规格都比较低 因为硬件规格低 在实际的软件层面的效果也会大打折扣 差强容易啊 对比一下苹果有iPhone这样的一个平台 去大力的调教深度传感器的使用 这一点上面他就需要很大的时间去谜谷了 如果即便如此 Layout整体的完成度已经大大超出了我的预期啊 未来如果Meta能够让Layout去支持自定义的家具模型的一个上传的话 那这个Layout的使用性还会大大增加 OK那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是不等待Vaya成熟 是要陪着Vaya成熟的另外走一圈 如果你是Vaya相关感兴趣 欢迎加入我玩家交流社群的频道 最后别忘了给我点赞投币转发三连 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